大家好 我是啟明 歡迎來到我們的頻道 現在市面上有兩款中共疫苗 大家比較熟悉的一款是國藥 另外就是科興 儘管兩款疫苗對新冠病毒有效性一直受到外界質疑 但截至目前科興已經向中國及全球將近40個國家和地區供應疫苗超過6億劑 僅僅第一季度疫苗比科興創造的淨利潤就高達100億人民幣 而科興通過疫苗獲取高額利潤的同時 很多人都猜想背後是哪班中共權貴家族支援呢? 今天我們就講講這件事 做企業和做藥品公司這個人品是非常重要 大家知道科興創始人兼CEO尹惠東 曾經在2016年法庭證詞中承認 向負責監管、審核和銷售交易的相關官員行賄 快速獲批准、甲肝、非典禽流感、口提液、甲型流感等等 這些疫苗今年科興疫苗從2月3日提交上市註冊 申請到獲批只是48小時 那麼高下獲批的背後 要用多少錢賄賂呢? 受賄的官員都已經被判刑入獄 而行賄人科興不但免於起訴 疫苗生意是越做越大 這樣的公司是壟斷 在沒有監管的情況下 疫苗研發實驗、注射效果、副作用數據公佈 產品質量、外包裝質量、疫苗運送等方面 出現任何問題都不足為期 近日中共官媒報導 今年4月科興中維疫苗、刻意立福、原液車間 即是第三期、疫苗分一期、二期、三期 建成投產 科興研發的刻意立福產物已達到20億劑 目前生產正在全速推進 也就是說裏面的利潤實在太大 今年5月24日在香港上市中國生物製藥 科興旗下、科興中維2021年第一季度 淨利潤為100億人民幣 比去年2020年利潤增加10倍 這個你說利不厲害還在第一季度 多間證券行估計 科興疫苗三支中國滅活疫苗 單支利潤約50元 淨利潤達到40%至50% 按照今年20億支產量 科興疫苗、淨利潤張高達 朋友你猜一下多少?1000億人民幣 科興股東背後金主是誰? 尹偉東只是台前木偶 這個大家都知道 背後是多個中共權貴家族在其中 資料顯示科興股東、鼎輝烏托邦 泰國政大集團、維吾資本等企業 背後金主都與中共權貴有關 其中鼎輝烏托邦控股的股東 前者是由鼎輝投資控制和管理的公司 鼎輝與江澤民家族關係密切 另外鼎輝與歐美、諸多養老金 與知名家族基金都有合作關係 政大集團控股中國生物製藥 再控股香港盡領有限公司 是科興中維的股東 政大集團在2014年成為中國保險巨頭 平安集團最大股東時 他背後是代表 曾慶紅家族利益的中國富豪蕭建華 而曾慶紅就普遍認為是江澤民派系的核心人物 江澤民的九頭軍師 所以與江澤民、曾慶紅他們兩個家族已扯上關係 維吾資本都是科興中維股東 合夥人、富山曾經是黑石集團全球合夥人 與中國區首席代表 而黑石與中共國家副主席王岐山家族關係密切 這樣已經扯入三大家族 中共大搞疫苗外交 目前歐美國家普遍接種輝瑞、莫德納 而發展中國家、非洲、南美洲 和東南亞國家的民眾 就接種中國的科興和國藥疫苗 其實接種之後這個疫情是不降反升 這些例子有很多我們就不舉例了 美國媒體CNBC日前一看分析顯示 在全球疫苗接種率和新冠病毒感染率高的國家 太多依賴中共國產疫苗 即是說用了中共科興國藥疫苗之後 疫情沒有下降反而升高 這裡還要提醒大家 早在疫情至初各國國家為死亡人數不斷上升的疫情 疲於奔命的時候 中共國藥疫苗早已經和共軍接種 還有國藥集團的員工也早就接種國藥疫苗 眾所周知 疫苗研發是一個漫長又複雜的過程 首先要了解這種疾病 掌握它流行病學數據 要找到能預防或治療這種病毒的相應蛋白 每種疫苗都必須經過廣泛而嚴格的三期人體臨床試驗 以確保它的安全性 根據中共公佈疫情出現的時候 國藥疫苗只有在疫情出現之前已經開始研發 才來得及在疫情初期和共軍注射 也就是說中共事前擁有這個病毒 而新冠病毒最早在中國爆發就能證明這一點 至於它背後的黑幕 這個疫苗的黑幕 相信不久的將來會水落石出 中共故意隱瞞疫情 這群權貴大發黑心財 這群人錢賺得安心嗎? 最後不得不提一下假疫苗 早前國藥集團已經在它官網發聲明 譴責慕容它公司名義的種種違法行為 可見中國製造的疫苗 中共製造的疫苗 實在令人無法信賴 今天講的話題最後總結一下 其實很簡單 就是中共你故意隱瞞疫情 令疫情傳播全世界 然後你中共又扮好人 又扮救世主 研發疫苗 賺出這些黑心錢 賺別人國家的國難財 你說中共這群權貴 有多邪惡 這群人等著天收 好了 今天我們的節目就到這裡 我是啟明 如果有朋友對我們這個影片感興趣的話 麻煩讚好訂閱 分享我們的影片 多謝大家再見 多謝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